拜登呢这个感染新冠啊身体呢出现各种问题 那么面临着退选的现状啊 美国的民粹政治究竟会走向何方 退选的可能性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在7月17号那么一个一场这个啊 这个医生为拜登所进行的检查当中呢 发现他痒了啊 因为之前呢拜登什么咳嗽呀 反正就是感染新冠的一些症状吧 然后呢这个确定痒了之后呢 他就结束了在美国的竞选行程啊 再返回到了位于特拉华州的拜登的家里面去养病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如今美国民主党内部呢 这个这个要求拜登退选的声音呢越来越多 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资深人士公开要求拜登退选 那么我们也看到拜登取消了各种行程之后呢 那外界自然没有办法去了解 他现在的处境究竟如何 现在在美国内部各种阴谋论盛传 有一种说法呢是拜登所谓的羊了呢 是一个假消息啊 认为呢是拜登身体没有办法支撑 也就是说繁忙的竞选行程 拜登扛不住 所以只能呢回家待着 那待着嘛总要给个理由对吧 哎新冠羊了 正好如果出去呢担心传染给其他人 在家中休养啊不见记者啊不见外面的人也不了解他的情况 看起来呢好像就变得合理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呢这个拜登呀 他在家里待着啊也是呢美国民主党高层呢 或者叫做美国的深层深层政府呢 要求他啊必须呢这个退选啊 给他一个台阶下 哎我养了我养病对吧 我没办法抛头露面啊 这个生病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是不是所以呢 现在的讨论就变成了 他生病养了 这是个人的身体状况 对吧你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是不是 但是呢所有讨论的焦点呢 在特朗普被枪击之后 几天之内呢大家都讨论特朗普 而现如今呢讨论的焦点再度回到了拜登身上 所谓让拜登退选这件事情呢 恐怕想要轻易的绕过去 没有那么容易 于是我们看到 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大选呢 各种分析认为 共和党赢得大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而拜登所在的阵营呢 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 参议院他现在微弱的控制权 是不是会旁落 也就是说这一次选举 民主党有可能会输的是彻头彻尾 不仅总统宝座没了 有可能啊议会的宝座也没了 那么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讨论很多 但是官方的一种说法是 拜登目前已经开始和他身边的人去讨论 这个民主党败选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以及呢 拜登退选有可能会采取几种啊 这个策略啊 用拿几种方法呢 来实现退选啊 这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不得不退的情况下 那么究竟怎么退 能退的好看一些啊 不要那么难看 那么现在民主党内部呢 除了拜登和他身边的人在探讨这件事情 那么有头有脸的民主党人士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比如说美国此前的政院议长 搞了一辈子政治的 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 佩罗西女士 最近呢也对外公开放话 他说拜登可能很快就被说服退选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不了解相关的信息的话 或者说如果他不希望拜登退选的话 他此刻当下为什么要来放这段话 放话说这句话呢 对不对 拜登很快就被说服退选 说明什么 第一 佩罗西女士认为呢 拜登继续选下去呢 是由百害而无一例 对吧 没法继续选了 那么第二点呢 他也认为 这个拜登呢 这个也 第一没法继续选 第二呢 他也必须要被说服 要被说服 因此呢 我们看到根据纽约 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他就引述了佩罗西的这个说法 他特别谈到 拜登这个无法在大选中取得胜利 而且呢 不仅他本人会输到大选 会也同样也会使得 整个民主党呢 在选举当中被埋葬掉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议会的选举当中会失败 那么除了佩罗西女士 另外一个更为大咖的 美国民主党的人士呢 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的态度呢 是非常关键 因为此前奥巴马政府时期呢 拜登是奥巴马的副总统 这两个人的关系呢 说实话 一直是不错的 那在拜登 这个此前和特朗普 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辩论之后呢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 全美国民主党都在 这个踏伐拜登的时刻呢 当时奥巴马就站出来 力挺拜登 等等之类的 反正呢 关系比较铁吧 但是现如今我们看到 奥巴马最新的表态 他认为 拜登连任的前景呢 已经可能性很小了 所以呢 奥巴马也开始建议 要重新评估候选人的资格 奥巴马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呢 实际上对于拜登来说呢 你可以认为就基本宣告 他确定要退选了 这个呢 我认为奥巴马的态度呢 在对于民主党的 这个大的这个方向来说呢 是非常的关键 奥巴马最近呢 对他的这个 美国民主党内的高层 就特别表态说 拜登总统胜利的可能性 已经大大减弱 他认为拜登自己也要认真考虑 作为候选人的可能性 换言之呢 从佩洛西到奥巴马 他们的态度都是一致的 此刻当下 如果民主党败选 那最起码要输得好看一点 要有一个正常的候选人 不要忘记 拜登接下来和特朗普 还有第二轮的辩论赛 如果继续把一个名字都搞不清楚 把泽连斯记忆能说成普京 对吧 把这个美国的总统呢 能说成哈里斯 反正呀 已经乱七八糟 认知呢 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都知道 年纪大了嘛 这个东西 也是没有办法 特别是有一些这种 神经性的认知失调的一些问题呢 在年纪大了之后呢 他有可能会突然之间 症状的变得很严重 那么拜登当下呢 就是处在一个 按照我们 我看到一些这个分析认为呢 处在一种 这种认知失调的中度状态 从中度到重度 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 所以呢 拜登目前的这样一种处境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艰难 当然 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 作为一个老人家 这个时候 放在政治的这样一个火焰上面去烤呢 也着实是相当的残酷 毕竟这种认知失调 这种认知的错乱 他也不是他故意为之 讲白了就是年纪大了 对吧 下飞机摔跤 走路呢 这个神情 这个 两眼之间非常的茫然 不知道在看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 说起来也是没有办法 但是呢 你毕竟不管怎样 如果你是一个战士 对吧 走向战场 在战场之上 参加竞选 或者担任美国的这个领导人 那么就要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这个时候就不能把你当成一个普通人 对吧 施以同情 这是两件事情 两码事情 在其任 母其职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前面为大家介绍了当下美国政治的一些情况 尤其是拜登当下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要来为大家谈一谈 美国政治当下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我们抽离开来 至于特朗普的情况呢 我们之前为大家分析很多了 什么特朗普的这个 比如说胜选的概率啊 目前美国共和党大会 全国正在开这个党代会 而且现在呢 美国共和党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政党 他已经成为了这个似乎像是一个宗教政党一样 但目前的共和党内部呢 倒是没有太多值得去探讨的问题 那么因此呢 我们把它抽离开来 来看一看 今年的美国大选 现如今美国共和民主党两党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的态势之下呢 那么美国内部政治 如此的民粹化 美国的暴力选举的这种倾向 不断的抬升情况下呢 那么美国政治 未来的走向究竟会如何 当下美国政治又有哪些 特别明显的特点 目前美国政治高涨的极端化呢 其实全世界都是高度关注的 尤其是欧洲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未来的这个特朗普一旦上台之后呢 对欧洲 对北约 对乌克兰 对俄罗斯 会采取哪些态度呢 恐怕很多政策 都是让欧洲国家呢 是一时之间难以适应的 那么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呢 应该说会充满各种戏剧性 也很难去准确评估 所以全世界都在盯着美国 这两个世纪老人之间的一场竞赛 首先呢 美国的这种政治的分裂 美国两党的撕裂 这种党真的状况呢 的的确确让美国内部是民粹主义泛滥 极端主义盛行 这是对美国来说呢 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很多西方国家呢 甚至也在效仿 对吧 好像这个民主民主搞到最后 搞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这真的好吗 这真的是人类什么 过去我们都知道 这个福山写过一本书 叫什么人类的终结 还是什么啊 就是意思说啊 美国的制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了 已经是人类的灯塔了 至此以后呢 我们人类就可以按照这样的制度呢 去愉快的生活了啊 现如今我们看到美国的状况 真的如此吗 好像正如一本书写的那样 美国反对美国 对吧 两这个内部人士之间 制造撕裂 制造斗争 最终呢 制造民粹 制造暴力 反正一切立场说事 在政治理念和普遍实践当中呢 美国的这种民粹化的政治 极端化的政治呢 似乎有很强的感染性 有很强的传染性 现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呢 似乎也在走上了美国这种 两党撕裂社会族群的政治倾向 那么不断以构建所谓 国民的身份呀 国家的认同呀 各种各样的标签 来撕裂不同的族群 你以为只有共和民主 两党之间的撕裂吗 有极左翼 左翼 这个中间偏左翼 中间派 中间偏右 这个右派 极右派 极端右派 现在呀 这个很多个国家呢 都搞成了不同阵营 而不同阵营之间呢 也变得是水火不容 大家呢 相互撕 那么美国 这个法国的极右翼的势力呢 是不断的抬头 那么德国的普世主义的势力呢 同样是建长 不仅削弱着各自国内 这个社会秩序的稳定 那么也使得各种外交安全政策呢 它的连贯性呢 出现了各种摇摆不定 出现了各种脆弱性 什么意思呢 换一个人 夸插一下 整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甚至内部的内政政策 完全的摆到另外一边 然后呢 再换另外一个人 然后咔嚓一下 又完全的摆到这一边 就好比说当年的特朗普 在任美国总统期间 不断的疯狂退勤 搞美国的什么呀 就是美国的这个保守主义 回归到美国自我主义当中去 那你比如说 他不断退群 退出了TPP 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 退出了国际教科文组织 退出了世界贸易组织 反正呀 特朗普是一个退群专家 而当时所谓美国的盟友 这个特朗普呢 也是严厉的要求他们 给美国钱 我们才不保护你们 要求韩国增加军费 要求日本提供更多的资金 要求德国 欧盟 北约 反正呀 通通欠美国的 这是当时这个特朗普的做法 那当然了 你这样一搞的话 所谓的盟友关系 大家都谈钱了 对吧 还有什么盟友关系可言呢 于是乎我们看得很清楚 那么当时特朗普在任期间呢 和西方国家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呢 是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呢 搞所谓的 这个盟友供应链 有岸外包 什么团结 这个普世价值 民主共同联盟 搞这些 所谓这个美国传统的 盟友价值 和北约之间 加强合作等等 但是呢 我们看到拜登搞了这几年 现在呢 眼看着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这所有的政策 又会被扔到垃圾桶里去 你说这样的一个 左右不断摇摆的政策状况 对于其他国家 又何以适从呢 尤其是那些 把美国视成 视为美国爸爸 视为灯塔 视为方向的国家来说呢 那更是难以适从 对吧 你这么玩来玩去的 会让这些国家 他在外交政策 在这个尤其像 对第三世界国家 对南方国家 对俄罗斯 对中国等等 一些政策方向的 取向上呢 会变得异常困难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美国政治现在呢 处在一种 难以解决 向何方去的 这一根本问题的 关键时刻 其实啊 大家都在找答案 对吧 过去的美国 为什么显得 非常自信 好像呢 各种这个 出来的候选人呢 也会变得相当 相对 相对 有包容度 原因很简单呀 就好比一支球队 总是 这个 踢球 总能胜利 对不对 那么这个球队的 这个氛围呢 就比较好 如果总是失败 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内讧 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过去的美国 在二战之后 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呢 那么美国在全世界的实力呢 的确非常强劲 反正你就是老大 没办法嘛 都得听你的 那你当然就会 更显得自信一些 而如今的美国呢 面对着多极化的世界来临呢 显然 它变得非常不适应 对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 这样一个失去单极霸权的时刻呢 那么美国又想把握住自己作为霸权身份的尊严 而又另一方面呢 对于即将面临的这个新的多极化的世界呢 不敢面对 而这两者之间呢 既焦虑 又担忧 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显得呢 就极端化了起来 就没有过去那种相对的从容 美国是两党关于国家内外政策构建的各种理念呢 总是相互对立 难以妥协 也就是说 共和民主两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呢 已经是南辕北辙 对吧 很多方面呢 大家呢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调和 协调的可能性 没有中间路线 那么二战之后 国际秩序构建的各种框架 绑定住了美国的这种格局 被冷战之后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 是不合乎国际社会普遍诉求和利益的 换言之 单极霸权 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的这个时代呢 其实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 未来方向 美国未来是拥抱全球主义 还是大搞壁垒的保护主义呢 实际上其他国家很难找到标准的答案 但是我们都知道 美国大搞保护主义的话 他现在已经不仅把描头 描上了 描准了中国 俄罗斯等等南方国家 他还把描头描准了 包括日韩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 像台积电 对吧 美国特朗普说了 台积电抢了我们的芯片 抢了我们的生意 抢了我们的专利 这个他们很有钱 他们应该给美国 应该还给美国 从道理上 从逻辑上 当然讲不通 这就是耍流氓嘛 对不对 你搞不过别人就公开抢 是不是 也就是说呢 他现在已经 你家里有好东西 都是我的 不管是 以前我们是朋友也好 什么也好 说的那些承诺呢 都没用 都不好使 你家的好东西都是我的 我家的好东西也是我的 你家的好东西都是偷的 我家的好东西呢 那才是我的 这就是现在的这种状况 对吧 你说特朗普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讲的那些话 逻辑上能讲得通吗 讲不通 但是站在美国人的那些 特别是美国中下阶层的 很多白人的这个视角当中 他觉得有道理呀 对吧 以前我们日子过得多好呀 以前我们这个 有工作有什么什么的 是不是 现在我们都没有了 我们变穷了 对吧 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消失了 那都是他们偷了我的工作 是不是 其实讲白了 你竞争不过别人 对吧 你不努力 不勤奋 没有付出 就一天到晚呢 就说我是世界老大 我没钱了 经济危机了 我就印钱 印钞票 没钱花了 我就借钱 新冠疫情 美国给老百姓 发了多少钱 对不对 没有工作 每个月日子过得照样很滋润 那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 老百姓 那怎么办呀 政府没有钱 又没有办法印美元 那硬扛着呀 是不是 过苦日子 过苦日子 就像我们很多华人家庭 中国人家庭 自小到大 对吧 一个刚笨 一个刚笨的存款 然后呢 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 叫什么呀 砸锅卖铁 也要给孩子读书 对吧 重视教育 传统的中国文化 是很重视这些 这个比如说读书啊 等等之类的 这些价值观的嘛 是不是 培养小孩 这个父母的付出 等等 家庭价值呢 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了 或者叫个华人的 这个中华文化 儒家文化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 在东北亚地区 在儒家文化圈地区 也有种说法叫做 筷子文化圈 对吧 你看到了制造业 高端制造业 什么芯片制造业 有很大的发展 是不是 那你美国 你比如说 亚雷萨纳州 台积电的工厂 搞了这么多年了 到现在还没办法投产 在雄本的 这个台积电的工厂 比凤凰城的工厂 晚一年 人家已经投产了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做不出来呢 台积电 派了200个工程师过去 帮忙 想把进度往前推一推 很快就会接受到了 这个美国的 当地的这个工会 去游说 当地的这个议员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 你从总部派了200个人过来 200个工程师来支援 对吧 你这是抢了我们的工作机会 他的理解是 你把人派过来 是抢了我的工作机会 这个活在这里 这个工厂在这里 我慢慢干 对吧 反正我干一天 撞一天和尚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你呢 就得发我一天工资 我干的慢 干的快 不要紧 反正我有钱领就好了 就格局太小 你知道吗 格局太小 别人派200个工程师是帮助你 希望你把进度做快一点 是不是 做好一点 工厂总是要投产了 有利润了 才可以怎么样呀 继续扩大生产 那么美国制造业才能够真正的发展 结果你不是这样想的 都是从自己的角度 视角去想着 对吧 你来抢我工作机会的 你说这样 怎么可能干的好呢 对吧 我觉得这个我当然可能是有感要发 就是说 你现在的美国的内部民粹 把所有自身的问题都外部化 都是别人害我的 原来骂中国 骂太多了 对吧 现在也骂不动了 你还能怎么样呢 芯片不卖 什么各种制裁 各种搞搞搞 搞到最后 你现在还能怎么搞呢 对吧 你不可能把中国玩死呀 对不对 中国14亿人 你最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 造成一点障碍 对吧 我觉得也就是皮外伤 对吧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在国际上面呢 造成一点障碍 也就是这样 对吧 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地球另一端的 和你相距 接近一万公里的 一万这个 对 这个万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另外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 你就把它给灭掉 怎么可能呢 让它这个无法发展 绝无可能 一个小小的芯片 你以为就挡住了吗 怎么可能呢 对吧 用基本的人类学的发展 用基本的逻辑 稍微想想就知道了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现在怎么办呢 他觉得从中国身上捞不到油水 搞不到好处 那怎么办呀 去捞别的呗 对吧 台积电好 你托我们的 抢我们的 现在搞得回到美国去 对吧 这几天我们看到 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 朋友们 特别我看到这几天 台湾的媒体 也有很多讨论 对吧 这个很清楚的 他现在就是有点病急乱投医 根本问题就是自个不行 根本问题就是这样 就像自己家小孩 天天在家躺着 不认真工作 也不好好学习 对吧 天天就怪东怪西的 怪什么公司同事不行 老板不行 这个什么学校教育不行 什么父母不行 谁谁都不行 就你自己行 对吧 天天在家里 也不想到出去努力 工作 好好学习 进步 我觉得这个呢 我觉得 我认为呢 用朴素的道理来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对吧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在美国政治当中 过去所宣扬的 什么民主精神呀 什么之类的 现在也已经非常的淡薄了 整个的妥协的意识呢 也没有了 什么妥协呀 对吧 共和党阵营跟民主党阵营 直接就开枪对干了 是不是 感觉都要发生 内战的边缘了 哪有什么妥协呀 所以现如今的 美国的政治的僵局呢 其实不仅在美国内部 已经面临很多的问题 在国际上呢 也已经引发了 很多的问题 美国现在的决策精英 所谓的建制派呢 也根本无法解决 美国传统政治 所面临的如此多的挑战 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僵硬化呢 必然会导致美国 深刻的卷入到 国际争议的议题当中 无法调节 无法这个妥协 无法调节 无法化解 这就是现实状况 现在无论是什么 俄乌战争呀 巴以冲突呀 等等之类的 很多东西呢 都有美国的角色 但是美国的内部政治 美国的对外的做法呢 已经没有办法来调解 处理国际热点失误了 这就是当下 美国政治失能 美国外交失能 美国战略失能的典型体现 那么当前 世界处在变乱交织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所谓的 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时刻 美国政治之乱 成为国际秩序 这个沿着稳定与繁荣之路 向前过程中的严重障碍 因此呢 我们才会要 关注美国大选 美国局势的走向 当然 美国华尔街日报 在7月14号的一篇文章 谈到了什么呢 叫美国转向了 杰克逊主义 美国转向杰克逊主义 特别谈到了这个 现如今美国政治的一个特征 那么 引述了特朗普呢 他是安德鲁杰克逊 于1828年 带到权力中心的 美国政治流派的一部分 当然这是来自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 这个分析 他认为在国内政治方向 杰克逊主义者 对于大企业持怀疑态度 憎恨社会 与社 憎恨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建制派 那么要求用常识来解决复杂问题 他们支持军队 但不支持军官阶层 认为该阶层 与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分俗习惯 相距甚远 他们认为政治阶层 严重腐败 不可救药 那么这个是美国 杰克逊主义 他的一个特点 那么目前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 特朗普就是杰克逊主义的一个代表 另外一方面 在外交政策层面 杰克逊主义者认为 没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 传播所谓的民主 作为发自本能的现实主义者 他们以恐惧和灭绍的态度 看待联合国和国际法 如果美国没有面临严重的威胁 那么杰克逊主义者对外交事务就毫无兴趣 这是当下的一种情况 另外一方面 杰克逊主义者认为 无休止的 包括像中东战争 什么阿富汗 伊拉克等等这些战争 结果令人感到非常不满意 这导致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实际上对美国国力 美国全球影响力 造成重大的冲击等等 那么这是来自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分析了 那具体的细节呢 我这里就不多说 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看 但不管怎样吧 他谈到了特朗普现象 谈到了这是美国杰克逊主义的一个流派 以及呢 他的复活 那么美国会走向一个自我主义 保守主义 等等这样的一种 一个未来的一个路径 那么到底会怎么样 美国毕竟在全球的地缘战略 政治各种格局当中 还有很高的影响力 所以随着今年美国的大选 随着这个特朗普 现如今的声势如虹 随着拜登呢 即将退选 美国民主党内部纷争不断 美国对于内对外政策面临十字路口的当下呢 我们无论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百年未有之大边局此刻当下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此刻当下呢 我们的确有义务 有责任 要去了解这个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告诉大家未来的局势可能的走向 我们谁也不是这个算命先生 对不对 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怎么样 但最起码呢 通过政治逻辑 以及呢 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呢 一探究竟 为大家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全且呢 全且当作呢 是茶余饭后的一个闲谈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我们后续呢 关于这一主题呢 还会为大家做更多的内容 毕竟接下来的几个月 是美国大选如火如荼的时刻 其实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关注